有說的現在資金輪動的狀況 真的是很迅速 感覺我每天要追都看不見 到底今天資金跑到哪裡了 舉例來講 如果你還在 今天在盤面上面想要追逐 比方說傳產 比方說鋼鐵塑化等等 你今天可能就會跌了一個大跟斗 為什麼 因為早盤的時候 真的特別是塑化股 早盤跌的還蠻重的 那中鋼相關的一些鋼鐵族群 在早盤也是跌幅不輕啊 幾乎有的時候有來到半根的跌停板 跌幅有達到4% 5% 都是有的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現在資金這個乾坤大挪移 到底又挪去哪裡了 等一下就要來請教一下坤仁了 先幫大家做一個總結 也就是台股今天的指數 可以看到這個 iPad的圖案 他差不多呢 走勢是一個開低走高 可是盤中的震盪非常的劇烈 一度殺下來 但又衝上去 在盤中就有見到17300點的關卡了 只是後來最後尾盤這一拉是誰呢 是外資嗎 是法人嗎 還是政府基金在互盤呢 那互的又是誰 等一下就要請坤仁幫大家一一解析了 主要的話先統整一個數據 今天三大法人合計的話呢 是賣超了7.7億 那麼外資呢是調節了15億 所以我想最後這個尾盤應該是政府基金進場 互盤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特別在於台積電 拉指數還是拉台積電最快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台積電最後很明顯的 這個一拉跟大盤的尾盤走勢非常的雷同 那台積電也是佔回了600塊錢 早盤是幾乎都在平盤之下 也就是差不多598-597元震盪 最後被拉上來了 因此台積最終呢 是漲了60點 指數也是站上了17300點的整數關卡 但是這個量呢 也是同步放大到大概4000多億之多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今天這個盤到底應該怎麼解 我們把時間交給坤仁 好 小畢5萬線上元寶門5萬 我發現通通被小畢講完了 今天的盤勢的重點就如小畢所說的 來 那今天又創下了歷史新高的 這樣的一個水準 那其實我們看一下細部的數據 我們跟大家做一些相關的補充 第一件事情的話 跟大家提醒到的 就是在大盤加權指數的部分 中廠又是偷拉上去 然後漲了60點去做收盤 那當然也就小畢剛剛所說的 就是今天的最後一盤 尾盤 是被台積電所偷拉上去的 那無論是政府基金或者是哪一隻黑手 那我相信對於台積電的看法 依然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就是說這個時間點 其實不需要動到台積電 其實這個時間點就可以有很多類股的輪動 甚至像是一個比較良性的 因為之前來說的話 原本在那個就是在4月以前 我們在傳產類股 還沒有在做拉抬 去做大漲之前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 電子股的族群去做類股輪動 比方說可能今天輪一下被動啊 然後明天就輪一下半導體啊 然後再輪一下IC設計 這些相關的族群的 那主要的話都是在 那個所謂的電子族群這邊去做輪漲輪動的 那當然 傳產或者是金融 偶爾來去做一些電檔的演出 那這個在4月之前 所發生的現象 那可是如果到了4月的時候 那突然有一件事情不一樣了 也就是說 那個突然的傳產股 傳產的族群 尤其是塑化 然後鋼鐵 然後甚至像是航運的族群 這些啊 突然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要角 那勝貨是像昨天的資金的比重 也一度 都有大幅的攀高 那甚至昨天的那個 電子類股的比重的話 已經降到了5成以下 到40幾%了 所以到昨天為止 這個類股輪漲輪動的行情的話 我們可以切一下 大款價錢指數的K線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在 上個星期 或者是說在最近這段時間以來啊 我們一直有提醒大家 叫做是 只要是創高 那我們可以切下第二頁投影片 那第二頁投影片 我有講到是說 因為其實我只要是創高的話 就表示是多頭 而且這個時間點多頭的 可用之兵 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那勝貨是在那個 值的框框那邊的話 就是我每次要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其實這一次的 所謂的整理的過程中啊 竟然是用一個 叫做是爆量 連續四天爆量換手的方式 來去做整理完成的 那並沒有去做拉回月線 甚至是拉回到一個 很重要的均線的支撐 就再去做創高 然後他是在那個高檔 就是在這邊高檔爆量換手之後 就直接往上了 所以這一次的 攻擊的多頭啊 是一個更強勢的多頭 因為這一次的話 包含了電子 包含了傳產 包含了金融 就等於整個族群都一起 來去做發動 所以這是這一次的行情 跟上次 或者跟以往 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所以也就如剛剛聊天室上面的 元寶們有說到 其實這個時間點 真的類股輪動 真的太快太快了 所以這時間點的話 我也提醒 就是提醒大家 包含了像昨天的盤中連線的時候 我也有提醒大家說 其實在這個時間點啊 如果真的有所謂的短線上面 去做漲的太多太急太快的 這些相關的個股跟族群 那無論是任何族群 就像那個大家一定會講說 有鋼鐵啦 那甚至像是那個碩化啦 甚至像是航運這些相關族群 那即使是今天的散裝 還要看到很多檔個股 都還有漲停板 可是我的講法是 依然是沒有改變的 就是當如果真的有所謂的 短線漲高 短線去急漲的時候啊 那那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如果你真的要去做追價 你可能要考慮說 會不會追在短線高點 那就是可能要把握好每一次 如果真的要去做進場的時候 你的風險跟報酬各是如何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手腳這麼快的時間點來說的話 我覺得反而比較好的方式 是去找尋所謂的拉回整理完畢 然後而且趨勢成長的族群 然後來去做切入來去做買進 會是比較大家可能買的安心一點 這樣子一個操作的方式 那我們再看一下 第四頁投影片 因為剛剛第三頁台積電投落已經講過了 我們直接跳到第四頁投影片 這是我幫大家準備的 因為今天的盤中的話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看到電子的成交比重 又重新回到了52%了 那其實52% 目前的佔比還依然比較偏少一點點 因為過往的經驗的話 大約差不多六成以上 升到七成的時候 那個才是電子主流的族群 的那個時間點 可是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覺得有一個跡象 可以跟大家來做說明 就是這個時間點 我們看到傳產的資金 有漸漸的再去做 去做移轉到那個電子這邊來了 那今天的話 雖然比方像是中鋼 我們剛才應該也會提到 雖然今天的中鋼 或者是因為中鋼的拉尾盤之下 然後帶來的 其他的鋼鐵族群 都有拉尾盤的這樣的現象 可是在這個拉尾盤的過程中 其實已經有一點點像是 我應該這樣形容 就是叫做搶弩之末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發生了 所以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我覺得投資朋友不妨去留意一下 這個時間點的所謂的 資金的比重的移轉 像今天電子回到了52% 那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來說 很有機會 在電子所謂的整理完畢之後 或者是平價 稍微回到一個正常的水準之後 就是因為之前 真的就是被拉到太高太高了 那就是我們昨天有說的 就是電子如果已經像是 那個智憂生 就是已經被 那個都已經考到90分了 那一定要考到100分才就好啊 那可是如果是像是一些傳產的族群的話 那他們是在 20分只要考到60分 然後就會覺得說 他很好很好很好 可是這個時間點 如果已經考到60分了 那就可能想說 那有沒有機會從60分 再繼續考到70-80分以上 那可是如果這個時間點的話 資金又回到電子的時候啊 我反而會覺得說 這時間點大家知道說 原來真的好 就是真的有所謂的趨勢成長 這些相關的族群的話 那其實電子股還是可以依然來做留意的 所以今天的成交比重回到52% 那我覺得可以再去做 後續一些相關的留意的 注意的地方 那下一頁頭影片的話 我有講到是包含了像是櫃買指數 那我們會切一下櫃買指數 因為那個櫃買指數是比較一個 我覺得櫃買指數應該叫做 比較正常的一個指數啊 那所謂的正常的指數叫做是說 因為他是在拉回首穩月線之後 然後才去做一個往上的翻揚 反彈向上的 那勝貨是說今天的櫃買指數 已經收在213.62了 那距離前高 的這個位置來說的話 也只差一點點了 那這種感覺其實就是表示說 那資金又重新回到了電子族群 或者是說 這個時間點我們就看到了 資金有一些比較 比較像是一個類股輪漲 輪動的這樣一個現象 那又重新的回到了一些 趨勢成長的族群上面來了 所以這個我覺得對後市 都是一樣偏樂觀的看法 那我們在最後做一張補充 就是在那個 類股輪動的這一頁頭影片 第六頁頭影片 就是這個時間點 那如果投資朋友們 元寶們覺得這個時間點 要去追價追股票 很難的時間點的話 我就用這一頁來分享給大家 就是這一頁 就是目前上面盤面上面 有機會被輪漲輪到 輪動到的族群 那這些輪漲輪動到的族群的話 包含了電子有IC設計 但是我這邊特別括號了 叫做是不含IP 那因為就算是這兩天 四星KY打開跌體 然後今天的金益科 也是檔開跌停之後 直接去衝上漲停 可是我覺得這個看法 還是比較偏保守一點點 因為這時間點的話 他們畢竟是屬於一個 技術面上面的反彈的行情 所以我看好的部分的話 是看好IC設計 而且是比較屬於就是 像是那個5G 或者像是一些 有漲價題材的IC設計的族群 這個是有機會的 那另外的話呢 像是遠距 遠距數位商機轉型的 這些相關的部分 比方說像是Notebook 或者像是一些載版的 這些相關的電子族群 那這個都是很有機會 而且他們 我們看到他們的 訂單能見度 或者是他們的趨勢 是一直 就是可以比較明確的成長的部分 那另外的話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像是電動車 像鴻海今天 又在講他們的電動車的大佈局了 那這個剛剛小畢有特別的 講到說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聊一下 那這個是電子族群 類股輪漲 輪動的這個方向 然後如果是以金融股來說的話 我覺得 金融股就算漲到這個時間點 那這個時間點 我認為他們的基期依然不算太高 因為如果今年來說的話 其實富邦金很有機會賺到8塊錢 然後他的禁止有到70塊 那可是如果這個時間點的富邦金的話 今天的富邦金收盤收在 61.8元 那 這其實還是低於禁止 然後甚至像是國泰金 甚至像是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像是一些純股族的這個 金融金控股相關的個股 這也都是可以做留意的 因為雖然漲多了 雖然已經漲了一個波段了 可是依然評價相對合理 相對偏低 然後如果再看一下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提醒到的 就是 趨勢成長 然後配合著高值利率的 相關的電子的個股 那包含之前有提到的 像是華碩 光寶 然後像是 光寶科 像是廣達這些 我覺得依然都是可以來做留意 然後另外的話 漲價題材的原物料 雖然像最近這邊時間點 可能看起來有點像資金 短線上面資金有像撤出了 可是我相信在後續的過程中 如果他們還有 就是所謂的漲價題材的時候 那資金輪到他們的時候 還是會輪到他們 因為這個就是屬於一個 那個漲價的概念 然後類股輪動的概念 所以短線上面的漲價 漲多的時候啊 我建議還是比較偏向於技術面的操作 那另外有一個提醒 叫做是Q1的季報的公告日期 會在5月中之前要全部公告完畢 所以從4月底到5月中之前 這個季報公告啊 我相信也會帶來一些 很有機會的潛力的個股跟族群 那這個後續我們再跟大家做補充 主席 下期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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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